重度脂肪肝的危害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迪玲 先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脂肪肝常常分为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以及酒精性的脂肪肝 那么它的诊断依据就是上腹部的B超可以确诊 重度脂肪肝首先它可以有极少数 可以直接发展为肝硬化以及肝癌 其次它也可以参与一些慢性肝病的进行性的加重 特别是重度脂肪肝 它也可以影响二型糖尿病的发生以及发展 同时它也影响动脉中原硬化的形成 它和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有高度的关联性 同时它也和一些代谢综合症相关的恶性肿瘤相关联 最后一点就是它也影响了寿命 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